2019年11月 第28届中国经济百花电影节在厦门举行 高素质 高颜值的厦门 以劫促产 推动影视产业进入蓬勃发展的全新篇章 书写坚定文化自信 提升治理效能的厦门答选 2019年11月19号到23号 美光灯下的厦门熠熠生辉 规格规模创历届之岁的第28届中国经济百花电影节在这里举行 但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新起点上 本届电影节开启了中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新征程 拉开了中国电影人与厦门携手并进的新片 赋能厦门进入全年经济 全程经济的新时代 就在第28届中国经济百花电影节结束的两周后 12月11号由明星陶红投资开设的华清传奇影业厦门有限公司 正式落户厦门 这个应该是我们厦门经济奖之后 第一家由著名演员注册的这个影视制作公司 收购了一家动画的公司 那他也会把这个影视的这个动漫会立向立在厦门 因为厦门的政策比较好嘛 不难看出主办经济百花电影节 全方位展示了厦门的良好形象和魅力 拉开了厦门高起点实施影视产业 培育行动的帷幕 陈坤 黄晓明 周迅 李冰冰等40多个明星工作室 相继选择落户在了厦门 去年全市新增的影视企业超过了500家 新增项目投资总额达到了约200亿元 可以说经济平台的效应越来越明显 经济之所以选择与厦门美美与共 是因为厦门本身就是一态万方的海上花园 厦门一山一水都是诗画 一街一巷都有故事 被公认为国内一流的天然摄影棚 从1905年影戏登陆古浪雨开始 厦门与电影牵手已经一个多世纪 厦门太美的一个城市 以后经济在厦门了 我们其实每年都有更多的机会和理由 到这里来了 我真的很喜欢厦门 如果厦门这些美丽地方 每个地方放上一台摄影机的话 都可以记录不同时代的中国故事 经济长期落户厦门 还源于厦门政府的高效 良好的城市环境和产业的竞争优势 厦门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化 影视产业发展的行动计划和政策措施 全面实施已结促产战略 各级各部门用心用情做好服务 轻智轻力招商影资 加力加速汇聚了优势影视资源和市场要素 正在加紧建设的厦门影视拍摄基地 规划占地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 今年下半年 招商中心组合摄影棚 数字摄影棚 室外场景搭建区等功能分区 就将逐渐投入使用 届时 这里每年可接待3至5个院线电影 10至15个大型电视剧剧组或综艺节目的拍摄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培养一些厦门本土的影视行业的人员 真正祈祷说以节待产 以这个基地来带动厦门影视产业的目的 不仅坚持以节促产 构建全域影城 厦门还轻力打造厦门出品 世妙动漫厦门有限公司 去年参与了爆款电影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特效制作 最近他们正在筹备制作国产动漫蒙珠一家 借金基机遇呈现厦门出品中国元素 金基落户厦门之后 感觉越来越多的影视企业或者公司 都会进来厦门这边 借着这次机会 我们内部的电影也是正式启动了 中国元素的动漫带给大家 金基的高光让厦门高素质高颜值的城市名片更加闪亮 城市的美誉度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而这场盛会也为厦门打造新时代的影视之城 和文化旅游会展名城注入源源不断的机遇 如今的厦门一个个以影视为关键词的项目和活动 接踵而至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增强 人们的文化权益也得到了更好的满足 金色的高光为厦门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而厦门也正通过这个窗口 以开放的胸襟和气魄 努力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贡献厦门力量 本台记者为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